在選擇他自己自相的時候 鏡頭前勉勵學生選田志願眼光要放緣 他是熊中校長 8月底只好放榜 熊中十人錄取台大醫學系 帶著學生接受採訪卻引發爭議 網路上出現的這份承諾書 是因為2019年熊中熊女公布榜單 學生接受採訪但私生活也跟著曝光 引發網友論戰 這回熊中再公布榜單 就連現場受訪的學生也很有意見 網路上也質疑 熊中校長2019年擔任古山高中校長 明明承諾未來成績放榜後 不主動發採訪通知 或是主動把學生成績以及錄取 結果資料洩漏 也不接受相關採訪邀請 但2021年去熊中當校長 詩人錄取台大醫科 哀哄換了位子也換了腦袋 熊中校長澄清經過校內開會討論 適度公布榜單 採訪都會經過學生同意 但還是發生學生被熬過去 也說出當前社會風氣 名校依舊有光環 想要翻轉還有很長的一段路 記者鄧民王 書宏 高雄報 也許廣告 請問一下 詞人錄取台大醫院 來自找到大醫院 也許廣告 也許廣告 也許廣告